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上山下海 又骑重机 又耍特技 可以不用这么拼命了吧 但是如果我没有全力以赴 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的fans 你们这么支持我 我爱你们 I will keep fighting OK 当我们要讲将来想要做什么事 将来有什么计划 我们就可以使用未来式 今天阿康哥就要在这里跟你介绍一下 注动词 will 在英文里面 表示未来式的用法该怎么说 首先注意到will是一个注动词 它不随人称改变 所以不管是你 是我 是他 单数复数我们都是will 因为它是一个注动词 所以我们后方要介绍的是原型动词 比方说我马上要去搭飞机了 我搭飞机现在简单是我们会说 I take a flight 如果是在未来式 我们加上will 它就会变成 I will take a flight 它的位置就在主词之后动词之前 I will take a flight 我将要去搭飞机 我们也用第三人称单数来照去看看了 我等等是要回美国 但是呢 我的同剧演员 Simon 呢 Simon 他等一下呢 是要回英国去了 He goes back to the UK every year 他每一年呢 都会回到英国 这个呢 是现在简单式的用法 如果变成未来式呢 我们呢 要加上will 在他的这个主词后面 He will go back to the UK OK He will go back to the UK 注意到呢 我们的goes就变成go 因为呢 我们是借在will 之后哦 现在呢 我们知道的直数句的用法 那么否定呢 也非常简单 我们就在will 后面加上not 就可以咯 比方说呢 这次我没有直接回到美国 我还要去日本宣传电影呢 I will not go back to the US OK Will not 我们也可以缩写 变成won't W-O-N 一撇T I won't go back to the US directly I will go to Japan first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 怎么用will来造句 那么问句 你可知道怎么说呢 第一种方法 我们可以简单的 把will 提到巨手来做一个导装句哦 这就是yes no 问句 比方说呢 你要问我 你将来呢 会回到美国呢吗 Will you go back to the US OK 你将来会回去美国吗 Will you go back to the US Yes I will OK 我会回去 或者是呢 我这辈子再也不回家了 No I won't OK 这个是我们yes no 的问句 那除了这个yes no 问句 我们把will 导装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搭配的是 WH 的一问词来造句哦 例如呢 What will you do 你接下来要做什么 Where will you go 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或者是呢 When will you be back 你什么时候要回来台湾呢 不用担心哦 我的fans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I will be bac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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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